与别人交谈 你的言辞决定是智慧的真实语 智慧的语言不是学来的 到哪里去学 智慧的语言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佛教人要求明心见信 修净土的人也不例外 决定要求明心见信 信心是一切众生本有的 不是从外来的 这个东西不是修来的 是你自信本来去做的 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心不明 信不见 佛告诉我们 这是妄想分别指责障碍